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家境一般的她最大的优点就是胆大包天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 在那个民风严谨管制教研的年代 公雪花却异于常人 小小年纪的她却凡事都要全力以赴争取 包括向喜欢的男生写情书表达爱意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欣赏这个有勇气的女生 男生当众朗读她的情书 让她在全校师生面前出囚 即便被修得无地自容 也并未因此改变她的不屈之心 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但是厚黑学的书她可是没少看 在那个一切个人买卖 都属于资产阶级产物的时代背景下 即使卖个鸡蛋 还要偷偷摸摸的大环境当中 公雪花竟然敢效仿别人走私黄金 凭借以假乱争的作案手法 公雪花没赚到什么钱 却赚到了一对大手镯 还是带链子的那种 在围墙之内接受劳改教育的那两年 她的羞耻心似乎被荡敌一空 自从走出监狱大门之后 她对鄙视她的人没有丝毫惬意 行为举止反而更加惊世骇俗 为了给自己的身份洗白 也为了尽快跻身于上流社会 凭借皮像还不错的外在条件 公雪花经常流连于上海领事馆一带 没过多久如她所愿 她终于调到一只夕阳金龟 凭借法国住户翻译官太太的身份 远赴法国生娃 母子二人都混了一个法国国籍的身份 然而因为不会法语也不会做西餐 翻译官对于这个并不实用的太太很快厌倦 再加上中性文化差异太大 于是一纸修书将她打回原形 一个刚刚离婚又生了孩子 45家女人 出来乍到到了香港 普通人会做什么呢 要么适应生活 要么找份工作 要么重新步入婚姻相付教子吧 但是公雪花却不是普通人 来到香港后 她始终放不下年轻时 与定明星这个身份擦身而过的瞬间 彼时电视已经走入香港的普通人家 电视节目和电视剧成为大众日常重要的休闲娱乐活动之一 而以TVB的香港小姐和亚式电视台的亚洲小姐比赛 既是香港年度重要的大型活动 也是普通素人走上明星之路的最佳途径 其中TVB主办的香港小姐多年以来始终坚持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参赛原则 使得该比赛的参赛门槛被逐渐拉高 反观亚洲电视台主办的亚洲小姐则完全不同 不仅经常会在比赛期间大搞噱头 更在1995年记出了取消年龄限制的刻板规定 得益于亚解破天荒的学美机制 公雪花终于等到了她重启事业的机会 为了能源自己年轻时的演员梦 当年已经47岁的公雪花再战亚解舞台 与15岁的桃安人21岁的杨公儒18岁的黎舒贤等人开始了同场庆祭 现场不仅为杨公儒公雪花等加力安排了很多尖锐的问答环节 更邀请了杨子琼谭永林梅艳芳张学友等多位当红艺人助阵 而公雪花也不负众望 用岁月历练出来的情商回答了一个个意味深长的问题 并让亚氏重新冲上了久违的收视率23点高峰 尽管亚解比赛的最终结果公雪花不过是位列第五名 获得了与美貌没半点关系的 新闻界选出之最受传媒关注奖 但是自此以后公雪花果然在香港步入了演艺圈 卷美结束后公雪花首次出演了港台合拍的 160集长篇电视剧《星包星天》 1996年到1998年期间 公雪花先后出演了刘德华·关芝林的电影 二分之一次同床 客串了红金宝曾志伟的经典系列《运财五福星》 在悬疑电影《蛇蝎野百合》中 搭配《红星》出演《女二号花花》等电影作品 但是其事业始终没能再上一个台阶 终于在1999年 公雪花模仿前辈亚解翁红和叶玉清 开始揭拍港产限制级电影 唐朝《进攻秘史》 《御库团》《其乐宝剑》等作品 让他终于打开了些许知名度 角色也从边缘小角色逐渐向主要角色靠拢 尽管在电影方面 公雪花始终难以获得好的资源 但是在电视剧方面 公雪花却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同样是1999年 港台内地想要筹拍1991年出品的台剧 《加油贤妻续集》《加油贤妻二》 想必很多80后的人会再度惊讶 这又是一部难以遗忘的童年记忆 虽然算不上绝对的女主 但论风头却不输大美人肖强 尤其是此剧播出后 公雪花在台湾再次走红 尽管当时她已经51岁 但是因为保养得当 外表看似三十几岁 身材火辣的公雪花 广受台湾综艺节目的欢迎 除了电视剧角色的影响 发言大胆 毫无忌讳 是各大综艺喜欢公雪花的重要原因之一 凭借多年学美经验 公雪花在现场问答方面 经验相当老道 从来不会接不住主持人 包出的苛刻话题 而且还能用各种临场发挥 炒热现场气氛 以至于即便是现在网络上还流传着 很多早年她参加节目的视频片段 也让公雪花成为张小燕 张飞 费玉清 吴宗献等当红主持人热妖的对象 2003年 公雪花55岁了 这一年 在这个国内 很多爱意准备跳广场舞的年纪里 她却代表国家 参加了美国世界太太竞选 凭借一身 依旧风雨有志的好身材 保养不错的外形条件 荣获了中国第一美富的殊荣 荣登亚洲十大新闻人物名单 并且还获得了克林顿总统的接见 彼时外媒对她的评价是 她是第一个举着五星红旗 参加世界太太竞选 并且获得服装大奖的中国女人 公雪花爱扮漂亮 是圈里众人皆知的事情 当初在拍《家有仙剑2》的时候 她自己就带了18箱衣服进剧组 运营费就花掉了5万元台币 凭借独具慧眼的投资天赋 公雪花投资的房产生意 让她至少有几千万的镜像 所以拍戏只是她的一个爱好而已 公雪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因此一大把年纪的人了 身边除了两个儿子以外 并无男友相伴左右 因此她的感情经历 一直让人有一种物理看花之感 2005年57岁的公雪花再次挑战自我 她写的自传《我的美丽人生》 上市之后引起不少轰动 然而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人生颠簸 公雪花驾驶的命运之周 经历了高低起落之后 并未因此结束历险 2008年1月11号 澳门撞传事件发生之后 60岁高龄的公雪花 也是受伤严重的遇难者之一 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过程中 闻讯而至的记者 拍到了公雪花勇敢坚强的一面 因为公雪花坐的位置是船头 因此受到的冲击最大 她的肝肾脱脏部位皆有损伤 腰骨也有一位 因为传播公司的赔偿一直未能到账 公雪花还向媒体诉苦 称自己共计花掉了20多万治病 由于之前一直没有工作 已经请不起私人医生了 然而她的说辞媒体是不相信的 这种哭穷的话 挺铁就算了 大难不死之人必有后福 这句话放在她的身上 还是挺合适的 随着年龄增长 公雪花看不惯的事情越来越多 说出的话也越来越语出惊人 穿衣打扮也越来越辣眼睛 据港媒年初时的爆料 公雪花在一档节目中 公开指责李连杰忘恩负义 不管前期黄秋燕的死活 原来早些年的时候 黄秋燕和李连杰一样 都是内地功夫片演员 只不过黄秋燕的名气 没有励志弹而已 她和李连杰从小在一起习武 算得上青梅竹马了吧 后来为了李连杰的事业 黄秋燕放弃了在国内的发展机会 嫁给李连杰之后 跟她一起在美国发展 之后的事情走向 所有人都知道了 情意千金 不敌胸前四两的故事 全国闻名 李连杰将两个女儿托付 给在京城的凶嫂照顾 却将黄秋燕一人抛弃在美国 不管不问 因为经济条件过于拮据 黄秋燕只好到一家美容院打工 也是在此期间偶遇公雪花 公雪花看到勉强维持生计的黄秋燕 义愤填膺 因此才会炮轰李连杰 不过黄秋燕目前的生活状况还算不错 后来她和一个开餐馆的小老板结婚了 国内的两个女儿也在美国求学 回到妈妈身边 公雪花为黄秋燕打抱不平一事 自然也引来不少围观的吃瓜群众 也因此招来不少人对她的吐槽之声 不过公雪花的穿衣打扮 确实无法令人直视 或许是不服老吧 凭借现代照片技术加持 公雪花经常穿着一些少女装 招摇壮士甚至还在74岁传出了追求20岁小男友的事 媒体一度提醒她注意自己的年龄 她却举着抗议的牌子向媒体讨还公道 称媒体谎报自己的年龄 恶意诋毁 网友不禁玩而一笑 这位阿姨 您的年龄跟建国大业不相上下 这有啥可谎报的啊 财大气粗之人 选择性的忘记年龄可以理解 但是有不少网友疑惑 既然如此 怎么就不能高薪聘请一个专业的批图师呢 看看照片里美颜过度的龚雪花 无视路人和建筑物将他们批的都变形了 这是以为关注的眼睛只会看她一个人吗 其实人无完人除了无法正视自己的衰老 龚雪花努力拼搏的样子还是挺令人敬佩的 毕竟不是每一个年龄一大把的人还敢追求梦想 谁说年纪一大把只能跳跳广场舞 宅家哄孙子 龚雪花的选择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生命不止梦想不息 付诸行动的才配称之为梦想 否则只能称之为幻想